大家好 我是谷感的Tina 歡迎回到我的日常 聽我的臉稍微輕鬆生活學理財 欸 講理財啊 我覺得不少人都會先退避三色畏懼一下 講說我數學又不好 也沒有多少錢可以理 跟我沒有關係吧 有的花就好了啦 欸 話不是這樣講的 我覺得理財啊 是每個人都必修的人生課題 越是沒錢就越需要理財 我今天就要來分享幾個 入門級的理財小tip 幫大家更快上手 開始理財 第一個非常基礎又超有用 就是先抓出每個月的生活預算 如果沒有先訂出遊戲規則的話 你的花費很容易就會爆掉 因為你總會覺得你還有錢 你還有錢 就吃個大餐吧 買個衣服吧 結果就是月光族 不然就欠債 所以抓預算的目的就是 預先歸往好 你要花多少錢在哪些地方 而且你要存多少錢 然後死命的堅持這個預算目標 絕對不能超出去 但要抓出精準又適合自己的預算 你需要先認識自己的花費 就問身邊的朋友 帶來一個月花多少錢 花在哪裡 我覺得應該會有不少 你回答不出來 但這其實不難做到啊 這就說到我們的第二點 你就下載一個APP 然後開始追蹤一個月 把每一筆錢都寄下來 連三塊錢的營印費都要寄喔 如果你以前都沒有過這個習慣的話 一個月下來你會很驚訝的 就像我以前也驚訝過 我怎麼會花那麼多錢 在跟朋友吃飯小酌之類的 總之啊 就是要記帳啦 不要嫌麻煩 因為是最好掌握支出狀況的方法 接著第三點是 你每個月都要固定繳的費用 像是電話費 房租 水電費 信用卡或保費之類的 養成準時繳費的習慣 不要拖欠 或硬要拖到繳費期限的最後一天才去繳 甚至還持繳多付的發金 欸這可能跟你的信用分數有關欸 如果信用不好的話 你之後如果要貸款買房或其他用途 可能拿到的地油會差很多喔 不要白白讓自己的信用下架 再來第四個是 你一定要有一筆緊急預備金 我知道這個已經講到爛掉了 但因為很重要 所以還是要苦口婆現在再講一次 畢竟人生總是會發生一些 狗屁倒的早翻白眼的事 就像你怎麼會知道 你有一天可能會因為一個肺炎疫情 公司就倒了 工作也沒了 所以準備一筆緊急時可以用的錢 是健康的財務規劃很重要的一環 我覺得半年的份應該差不多吧 但不要太多 如果你真的有多少錢 結果都規劃成預備金 那太浪費了啦 這筆錢可以有更好的運用 第五我想講講退休金 欸不要拖退休好像離你很遙遠很遙遠 如果你想要退休的日子 無憂無慮超級愜意 你越早開始規劃啊 你的退休夢可能可以越早達成喔 例如每個月都至少存下10%的錢 到退休帳戶 或如果有意外制裁就丟進去以後再花 年輕的時候省一點 老的時候你會感謝自己的 再來第六個 是開始接觸投資吧 你想想 如果收入來源只有薪水的話 大部分的人一輩子能賺到的錢 實在是不會多到哪裡去啊 或者是要買個房子就有點吃辣了吧 要兼猜其他的工作也要你有多的時間做得來才行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開始尋找 適合自己的投資產品和方式 你要覺得門檻很高 不懂所以不敢碰 我覺得只要有勇氣踏出那第一步啊 逼自己開始學習 像是到處看看YouTube上的投資技術影片啊 或買書接近別人的理財歷程 都是很好的方式 但重點是你要踏出那第一步啊 最後一定要不斷地持續學習喔 那些很會理財或很會投資的大師們 起爆點大多也跟你我也一樣什麼都不懂 但大家也是不斷地訓練自己 提升自己才進步的啊 那我自己有更多的資訊技能 就越能提升自己的財務水準哦 一起累積財商 邁向更好的自己吧 你有什麼理財心得或故事 想跟我分享的呢 或大家都是怎麼學習理財的啊 快留言告訴我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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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You